- 大家好,歡迎回到頻道 - 那我們這一集呢,一樣要講爬蟲 - 那我稍微呢 - 同整的5個我覺得先跟大家講 - 很多人在養爬蟲的時候 - 一開始有遇到的問題 - 那我發現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喜歡看到我的人 - 那我發現大家好像都不是很喜歡看到我的人 - 那我稍微呢 - 那我只好我們先來看 - 請小翹來跟我一起拍這部影片 - 那就請小翹沒有一起來呢 - 就這邊跟我一起待著他 - 那我今天呢 - 大概統整的幾個點呢 - 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- 那我今天抓了5個我覺得在餵食上 - 比較有關 - 然後比較多人在詢問的點 - 先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- 那我們第一個點呢就是 - 可以餵食烏龜哪些蔬菜跟水果 - 那這個點呢其實蠻多人在問我的 - 那基本上 - 那餵食烏龜的蔬菜水果呢 - 人可以吃的基本上都可以 - 但是就要注意到兩點比較重要的 - 第一點是水分 - 然後第二點呢是 - 這個蔬菜水果裡面含的草酸 - 會不會太高 - 那水分原因在於 - 你要看你養的 - 鹿龜的五種是哪一種 - 那比如說像小翹這種 - 在食物比較平級的地方啊 - 它就不會有那種 - 很濕的菜 - 有什麼 - 犧牲菜啊 - 這種就是水分很高的菜 - 就比較不會有 - 那你餵它難免它的腸胃呢 - 就沒有那麼好的去吸收它 - 因為水分就是 - 不是它本來會出現那麼大的 - 那水果的部分 - 其實也是都可以吃啊 - 只是真的我覺得是少量 - 那如果你像是養紅腿 - 那紅腿本來就是在魚鱗嘛 - 那就會吃到很多的水果 - 或是比較濕的東西 - 那其實你在餵食 - 紅腿的水果上 - 就可以比較多一點 - 那餵食這種 - 包系的啊 - 沙漠系的 - 就稍微少一點點沒關係 - 但是也是讓他們可以 - 吃一點吃一點 - 去均衡它的營養 - 那我剛剛說的 - 兩點就是水分跟草酸嘛 - 那草酸 - 植物裡面含的那個酸 - 如果你是餵食這種 - 會排酸型的鹿龜 - 你那個草酸的量太多 - 然後你又剛好在餵食的時候 - 加入一些鈣粉 - 那就很容易造成它們會解食之類的 - 也不是說一定會解食 - 但是就是增加那個風險 - 那你就自己去衡量說 - 你要餵食它多少 - 第二個點呢 - 就是很多人在問 - 怎麼知道這隻烏龜的大便 - 健不健康 - 那其實跟人一樣 - 你如果今天 - 最近身體蠻健康的 - 那大便出來一定是 - 成型的整條的 - 如果你看他們大便出來是 - 整顆 - 可以拿起來 - 那當然絕對是沒有問題 - 那如果是那種 - 一坨但是 - 還有成型 - 沒有說這樣 - 完全你拿衛生紙這樣抓 - 抓不起來 - 基本上都可以 - 那如果你發現它的大便 - 最近比較濕 - 或是一攤你用衛生紙抓 - 然後它會 - 到處都是 -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- 最近餵的食物是不是 - 比較濕了一點 - 那尤其像爆龜 - 如果連續好幾天都有那種 - 太濕太濕 - 它很快有可能胃就會 - 腸胃就會受不了 - 然後就會生病 - 所以在餵 - 在飼養 - 尤其爆龜的時候 - 要特別注意這個點 - 那大便健不健康就是 - 它的成型度 - 然後再來顏色 - 但是顏色現在比較多 - 會因為飼料去做改變 - 所以判斷上就沒有那麼準確 - 基本上 - 你可以看到 - 如果烏龜有吃的東西 - 它有願意去進食 - 而且進食的慾望很強烈 - 然後大便出來又是有成型的 -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 - 它就是不要有很濕的現象 - 那第三個點 - 烏龜會不會尿尿 - 那如果都沒有排酸怎麼辦 - 好那我這邊解釋一下 - 其實呢排酸呢 - 就是烏龜尿尿的一種方式 - 只是它們需要過濾那些水分 - 然後把它壓縮 - 那這個點我有上網去查過 - 看過很多前輩有講過 - 如果你的飼養環境呢 - 長期是不缺水 - 就是你的水分很好工具 - 或是你每天泡澡 - 那它不見得會一直排酸 - 因為它水分如果進了 - 然後它馬上就排掉了 - 那其實它不需要 - 一直過濾到有酸 - 它在排 - 它有可能你在泡澡上 - 它就排一點尿液 - 會排很少的酸 - 你沒有發現 - 那其實有時候 - 如果你這些動作都做得特別好 - 那會不會也沒有就是 - 很像要結實的狀態 - 你其實可以不用那麼緊張 - 因為它們可能就是尿尿尿掉了 - 那如果真的有 - 都沒有排酸 - 要好像有結實 - 如果你怕這個問題的話 - 那也就是 - 多給烏龜泡澡 - 泡溫水澡 - 給他們泡澡 - 然後拿那個小牙刷 - 從這個頭往附夾的地方這樣子 - 慢慢刷 - 慢慢刷 - 輕輕的幫他們按摩 - 其實是有幫助的 - 那第四個點 - 第四點就是乘上體 - 幫他們多泡一些溫水澡 - 那這個溫水澡呢 - 要怎麼去定義它的那個溫度呢 - 其實 - 人的體溫大概是 - 三十六度左右 - 那你的手呢 - 去碰那個水 - 我是講大概的 - 你也可以真的拿那個測溫槍去測啦 - 可是我就是覺得有點麻煩 - 你手去泡那個水 - 如果你是 - 覺得 - 沒什麼特別溫度 - 涼涼溫溫的 - 就是跟你的體溫差不多 - 那也是三十幾度差不多 - 但是烏龜呢 - 它你在加溫槍裡面定規的二十幾度 - 所以我個人呢 - 是建議你手放進去 - 微微的涼 - 或是微微的溫 - 這個差距之間 - 都可以給它泡澡 - 然後就是 - 我是建議啦 - 泡到他們的那個 - 群盾這裡就好 - 就不要太高啊 - 就是大概到這一盾 - 這邊不是會有一個熱盾 - 跟這個 - 有這個縫隙 - 然後讓他們頭 - 注意不要讓它走這樣 - 一直要帶下去 - 會很容易搶到 - 就大概在這個高度都可以 - 最後一個問題 - 第五個點 - 曬太陽需要注意什麼 - 那這個曬太陽需要注意的東西 - 就比較多了 - 那我看外面太陽好像還蠻大的 - 那順便讓小蕭跟小上去曬一下太陽 - 那我們現在去外面看一下 - 曬太陽需要注意什麼 - GO - 好我現在來到外面了 - 那今天呢 - 我們要幫烏龜曬太陽 - 首先注意的第一個點就是 - 有沒有太陽 - 這很廢話 - 但是第二個點就是 - 風會不會太大 - 因為其實我講過 - 烏龜很怕風 - 那第三個點 - 如果像我們家這樣 - 你要注意的是 - 有沒有地主 - 地主就是像這種 - 這個絕對不能把小烏龜 - 跟它放在一起啊 - 會啃爆 - 它可能會好奇 - 它也不是真的在咬 - 但是就是好奇 - 要撞到腳架 - 然後呢 - 我們現在要注意 - 第四個點 - 就是 - 太陽呢 - 絕對不可以去直曬到烏龜 - 那我們呢 - 這個都會有 - 類似像這種 - 陰影的線 - 那我們今天就是 - 一半的陰影 - 跟一半的太陽 - 去讓它曬太陽 - 讓它可以自己去調節它的溫度 - 讓它就可以躲進去裡面 - 太熱的時候 - 它想要曬的時候 - 它就可以出來 - 我們不要強迫它一定要去 - 直曬這個太陽 - 因為我們不可能 - 除非你 - 人一直顧著也是很怕會有一些 - 熱衰竭啊 - 什麼的狀態 - 那熱衰竭真的是很麻煩 -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- 給它們自己去選擇 - 它們想要曬太陽 - 還是想要乘涼 - 那我們就這樣子 - 給這樣半 - 那我們小翹呢 - 也給它這樣半 -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個點 - 然後盡量呢 - 如果今天太陽很大 - 不要選這種 - 太高的容器 - 它熱度很容易就在裡面一直 - 循環一直上升 - 一直循環一直上升 - 那就會很容易 - 可能不舒服啊 - 什麼的 - 所以呢 - 我建議就是 - 幫大家統整一下 - 一就是太陽是否足夠 - 然後二就是風會不會太大 - 三就是 - 有沒有掠食者 - 或是會影響到它們安全的東西 - 然後第四點 - 盡量一半遮陽 - 一半的日照 - 那第五點 - 容器不要太過於密閉 - 沒辦法流通它的空氣 - 那基本上就這幾個點都注意到 - 那物貝就是可以很好 - 曬太陽 - 那如果今天太熱 - 你就在一半的時候 -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- 它們會不會太熱 - 嚇我一跳 - 那今天呢 - 以上呢就是我 - 幫大家統整這五個 - 我覺得蠻多人在問的問題 - 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- 也可以在 - 底下留言給我 - 那如果我在底下呢 - 回應給你們 - 我可能就不會再 - 打到影片上來講 - 那如果有興趣的 - 也可以去 - 看一下其他的留言 - 那今天以上呢 - 就是我 - 為大家整理的 - 這五個 - 比較常見的問題 - 那以後呢 - 我也會可能 - 有人 - 比較多的問題 - 我就直接這樣 - 拍成一部影片來解釋 - 這樣大家也會比較清楚 - 啊我也可以直接 - 有實力 - 就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-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 -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- 請幫我按個分享 - 並且訂閱 - 也可以打開右上角的小鈴鐺 - 這樣我一PO影片 - 你就會走到我的頭子啦 - 那我是九頭 - 我們下次見 - 下次見